上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刮痧玩耀师傅 顺便分享了一些我的刮痧心得 那今天这期就很有意思了 新进刮痧三姐的耀师傅 遇到了小虎老牌刮痧玩中玩之称的老师傅 该怎么打 老师傅嘛 人录其名 年纪大 以老卖老 不讲道理 且没武德 而且乐中于跳钢管武 简直就是为老不准 三分败俗 所以面对这种会功夫 且爱耍流氓的老同志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打飞他的医保卡 那这边这位红豆壮大的老同志 我们是打不过也惹不起 万一他急了往地上一躺 后过可笑而止 你们别看他年纪的 但打起来就是个认头亲 非常的害怕 一不小心就把他给赵回家了 网耀师傅这个英雄 有没有四级 那就是天然之别 现在我们有了大找 就完全可以不用怕他了 先把兵线亲一起 一波兵线可是先大于一个人头啊 就在我亲往后排兵线 准备找老师傅讲讲道理的时候 看来这位老同志不仅不讲武德 还不讲道德 且没有一点点人情味 待会儿我要是干出什么 上尽天良的事情 那都是他们逼的 刚刚不是跟大家说 网耀师傅有没有大 差距很大 那你们知道这个有大的网耀师傅 代表着什么嘛 他代表着我们终于可以和这位老同志 拼个你死我活 你们别看这位老同志满头白发 辣眼睛的钢管舞跳起来 那可是没完没了的 你不看还不行了 非得捆着你在一旁看着 幸好我六根清静无色无欲 直接就去给他一个大嘴巴的 一个必然就有多大东西里的网耀物 经过了刚刚的搏斗 我发现这位老同志有点爱搞偷袭 所以这里我估计啊 他应该是躲在边上的毛狗草串里 我们可以假装连他操作 然后接近操作的时候 突然回头一起来骗这个爱搞偷袭的老同志 当一个竞技游戏变成了一个心理游戏之后 那在打法上就会发生一丝微妙的转变了 这里这个老同志直接就去红怒加弱化 直接上头就要和我拼命 但使得我非常的害怕 所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但就在我觉得我快要礼合饭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老同志不仅上了头还失了智了 所以我直接就这个乾坤大挪移打飞了他的一宝卡 这不好吗 这好 然后我看着这个要死不死的血量歪嘴一笑 一回到线上 好家伙 下路直接就去打起了十热麻将 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害怕 你们都知道我这人比较胆小 所以我也不敢乱伤 等个机会 等他们都铲睡的时候 刮骨玩耀师傅 来了 先睡着生动机器 请贼先请王吗 直接就去给了后一个大嘴巴秒掉 接着一个闪现脱离战场 等一波CD 然后反省就是一套小连招 总之就是 哪里亮了 点哪里 好好的给各位爷刮刮杀 松松筋骨 最后再结一波炸 这可都是我的辛苦钱 该不脱欠 简单来说 要这个英雄玩的就是一个随机应变 因为他的技能组合多样化 所以打架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招式或者套路 全都靠随机应变 当然 想要赢下比赛 还是得靠你的好队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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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